第38題請問加入灰石的主要目的為何 A作為燃料 我們作為燃料的是加入了碳 加入了碳 它如果沒交碳 它還作為燃料用的 所以呢不是A 不作為還原劑也是不對的 我們是用碳來當還原劑 還有碳燃燒之後產生的一氧化碳來當作還原劑 所以這也不是我加入灰石的目的 作為氧化就更不對了 因為我是要讓我們讓它從鐵礦 散氧化二鐵還原成鐵 我根本不需要氧化劑 所以也不是C 而答案豬就是我剛才在講解第37例的時候說過的 我們的碳酸鈣 會分解成氧化鈣 然後氧化快更會泥沙的二氧化系作用 會產生偏系酸鈣 就是所謂的溶渣 而這個溶渣呢可以浮在鐵水上面 防止鐵在氧化 同時呢本身還可以用來煉製水泥 所以第38題問我們說 加入灰石的主要目的為何 我們答案要選的是豬 可以和泥沙作用產生熔渣